媒體其實叫watchdog 就是要監督執政黨 監督這個社會的公器 watchdog就是看門狗的意思 但我們現在看到周刊一直爆料 我認為就八個字形容了 一犬廢影 白犬廢生 有一隻犬看到影子 看到黑影就開槍 白隻犬就跟上去 所以這點我同意書的看法 我覺得一切都還是要以資料為主 我如果把柯文哲的案 跟陳瑞扁的案子 兩個當然不能相對並論 但是我們試想 以阿扁當時在台灣的媒體當中掀起 包括紅山軍在內 怎麼打 其實他就是沒有證據 直到瑞士司法部門的證據來 金流流向一清二楚 才一槍斃命 到那個時候才能夠真正完整 所以司法到最後 其實還是要回顧到證據力 跟證據能力 第二個是陳佩琪六十字起前 剛剛宜祥講到了 我覺得很恐怖的是 這是毒素果實理論 就不論他這六十字真還假 這是屬於個資的部分 那為什麼他會知道 所以我認為這個真實性 有待進步的查證 也就是說周刊爆料 如果是北檢先放出風聲 然後再跟進辦案 或者是周刊呢 做一個試水溫 然後後面再跟進的話 我通知趙先生的看法 真可怕就是 重口可以塑金 積毀可以消毒 那個誹謗一直加加 最後那個像網水一樣 把人的骨頭啊 通通消失掉了 這不是一個法治社會 應該要有的 一個法治社會 其實要回歸到最基本的問題 就是你的證據在哪裡嘛 所以我覺得 北檢這件事不能說不予證實 法律沒有模糊的空間啦 他有沒有罪 你不是說他有點罪 但又沒有罪 這不是我們要看到的法治情況 就是他究竟這個消息 正不正實 你可以不用講說 你的那個內部的證據 收集在哪裡 而是這是不是真的 你要說一句話 或者是你到目前為止 你手中有了資料 那最後提到說 這個為什麼到目前為止 最後還是要靠審清 您表示北檢當中的證據 還不足以把柯文哲一刀斃命嗎